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独孤九剑 在4月2号礼拜二 我们在礼拜二之后 就只剩下礼拜三一个交易日 马上要从这个儿童节开始的四天的廉价 那在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股市大涨329点 带动之下台股的一个反弹 相对是有限后 那中场已上涨47点着收 其实在今天早上的一个韩国跟 这个日本的股市 针对于昨天到穷工业指数的涨幅 似乎已经提前在周一 或者是在上周五提前去反应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连续两天 我们昨天提示到它 在盘中已经看到台子期货跟现货的逆价差 已经收敛到10点左右 那应该是一个基本空单 要开始去进场布局时刻点 那昨天是这个巴法跟量价 不同步但是已经初步出现这样的现象 那今天就很明确 是一个两月的格局是 这个价格收涨47点 那但是是一个压力盘的形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盘中试图冲高里面 那今天去追价的变成短波 套路压力盘的格局 所以今天是巴法跟量价的一个同步空 那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所以关于整个后续趋势的走势 你反而要去注意 在经过了五天的量缩之后 两天出量短波的一个上攻 可是出量不涨的一个现象 那已经非常明确 我想关于整体的盘式格局 我说持续关注 这个外资一个资金一个动向 那尤其在美元指数已经连续 这个四连红站上97以上的 这样子的一个位阶 虽然在周五跟周一的盘式格局 我们看到 新台币有一个短波升值的一个现象 可是你可以看到 前一波的一个整理平台 依然却没有突破 可是我们却已经看到 在这一波反弹上的格局里面 我们讲到美元指数走强 新市场风暴 不然土耳其已经非常逼近的 这个低点要跌破 那包含马来西亚股市 这个低点已经要跌破 我们知道韩国市这个M头已经成型 那德国日本的部分 也是我们在后续在中期趋势 还要持续去追踪的 那在这里究竟是一个波段的上扬 还是如同有部分新兴市场 已经看到因为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强 已经重新打低到9319的一个低点 开始去进行一个威胁过程里面 我认为除了我们本身的一个波形 我昨天跟大家谈到 比较像是一个XABC 让额外的小波段的扩研 可是这种扩研之后 你都要预防一个向来击杀 那第二个是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一个市场 这里的一个N头已经成型 对应3月11号的低点 已经跌破的过程里面 我想台股在这一段 一个相对强势由 这个台积电 或是昨天我们看到 这个鸿海转强的一个现象 那事实上来到这里 依然没有办法去打穿 这10700点的 这15个月的套牢卖要带 那反而却出现 短线增量不涨 而出现压力盘的形式 那我想 中期的趋势就是 等待这个上升趋势轨道 正式有要跌破 告诉我们说 键增量开始的时刻点 我们来去尝试 加控第三笔空难之金 那整个大结构 我们认为就是一个 B波已经来到一个 这个B之C之5 的一个位置点 那关于整体的盘氏格局 持续去追踪这个新市场 有谁 率先打破了 这个1月4号低点的 那我认为就会有 越来越多的证据 去支持我们 在这里要预防一个 长空西浪 1786点 好的一个 逐跌断的一个反转向下 那提供给所有 投资朋友做参考 那预祝大家在明天 最后一天的一个 交易日里面 交易顺利 感谢观看